他靠的是琢磨和钻研 即使下岗在家也没有放弃梦想 你写来有啥用啊 待会都不知道你上班了 给谁用啊 从农民工到高级技师 三十年艰辛 他历经行业变革 依然饱含深情 《财经人物周刊》 本周邀您关注 知识型新型工人 农民工楷模 巨小林 记录财经人物 见证时代精神 欢迎收看《财经人物周刊》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 来自中铁电气化局的技工师傅 他叫巨小林 虽然叫巨小林 但是他个子不高 身高只有一米六 却是铁路接触网行业 公认的小巨人 他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工 成长为享誉全国的 知识型工人 农民工楷模 并被当选为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兼职副主席 第一应是 推不到那个河里面去 据小林57岁 在中铁电计划局 参与铁路接触网施工30多年 每个一线工人都称他为巨师傅 57岁在铁路建设一线 代表着经验丰富 资历深厚 同时代表不适合参与高空作业 据小林正在参与建设的这条 商和行高速铁路 被称为华东第二通道 它将成为安徽省境内最长的南北通道 同时将河南 安徽 浙江三省串联起来 预计2020年通车后 旅客从浙江杭州途经安徽合肥 到达河南商丘只需要四个小时 2019年4月的一天 在这条高速铁路施工现场 据小林正观察新一代年轻工人们 如何放置成立锁 这根名叫成立锁的金属线 重达几十斤或几百斤不等 它是电气化铁路上 发挥承重作用的金属线 安装成立锁的工作 曾是巨小林工作中最艰辛重要的一部分 好多那个创新发明啊 其实都是有那个有原因的 要不就是干活非常困难 要不就是一直我们都克服不了 使省力 省材料 保质 保量 保安全 这就是我们所有创新的一些理念 就是目击 在高铁施工现场 这根成立锁需要四五个工人合力放置 这些工人中最吃力的 就是站在前边的这位 他要用自己的肩膀将线扛起来 交到工友们手中 最近巨小林在做这样一个设计 让杠杆却承重 把工人的手 肩膀解放出来 在他心中 高铁是一个时代的高科技产物 高铁施工也要与时俱进 这个护套 胶皮护套 现在不能这样套到那个外面 年轻人是高铁建设的主力军 为了方便让年轻人看懂自己的新发明 巨小林还专门为这个名叫 成立所缓氨器的新发明 录制了一段小视频 然后两个人我会划 试验前 巨小林为工人们展示了这段视频 几十秒钟讲解完毕后 工人们爬上了梯子 做现场试验 在实验中 为了弄清楚这个新工具的设计缺陷在哪 巨小林和另一位师傅亲自上阵 新工具上的这个挂钩看似简单 它承担的是负重金属线的作用 如果没有它 此刻要承受这根金属线的 是工人们的血肉之躯 现在巨师傅们正在抬起的这根支架 它承担的是滑动金属线 传送金属线到固定点的作用 如果没有它 此刻直接与线路摩擦的 仍然是工人们的身体 57岁 血压偏高的巨小林 抓紧时间在高空操作了五分钟后 终于弄清楚 自己这个新工具的设计缺陷在哪 它匆匆回到地面 我们接下来实验的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是这个钩 这个钩有点太靠下 对吧 这个钩有点太靠下 因为我这把挂架 这个杆也有点长 每回要还卸这杆 卸了以后 卸了以后还过不去了 因为你的那个这个岗位工作 最基本的 干工作不是说那个 你要用要用的 不再要用心计时 不是说你 传统的让你这么干 你就这么干 你还要想方 要发挥你的智慧才能 发挥智慧才能 设计出更省尽安全的施工办法 这是巨小林在接触往施工中的工作习惯 作为一名知识型工人 巨小林从业三十多年 累计创新施工方法一百一十四项 但她仍在摸索 试验结束后 巨小林开始重新绘制 这个新发明的设计图 原来我们都是人认为话 非常费劲 所以是这个 同志和这个非常也省力 但是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相当的问题 我们还是在改进 更加这个完善 57岁 多数铁路工人在这个年龄 已经退休 但巨小林依然继续奋战在第一线 高铁是巨小林近些年才接触的 高铁的接触往施工 需要的是更精准 更标准 更专业的施工办法 这对她是一个新的领域 而她所具备的一线经验和钻研技能 正是当下铁路建设队物所需要的 52年7月和1954年1月 在宝基和成都分别动土修建宝城铁路 上世纪50年代 中国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城县 正是从巨小林的家门前修过 我姐夫经常回来就说 电气化铁路是怎么怎么做 她讲过来后 我还都讲过来 小时候四五年经到时候 还都我们参加部看过火车 我当时看了火车挺长 火车箱挺大的 比汽车大多了 年少时的巨小林 常听在铁路施工的家人谈起火车 谈起修建宝城县的传奇故事 十三四岁的巨小林 曾独自一人跑了几十里地 去看这趟火车 呼啸而过的列车 打开了上世纪70年代 一个陕西男孩 对外面涉及的憧憬 十年后 当他第一次离开家乡 参加铁路建设时 搭乘的也是这趟 对他意义非凡的 宝城县的列车 58年咱们国家的第一条电计划 就是宝城县了 宝鸡到丰州 这段呢 一百多公里吧 这个任务呢 是叫个电话区的 所以来讲呢 全体之工来讲呢 感到的非常高兴 觉得很光丰 1958年6月15日 宝城铁路宝鸡到 凤州段电计划开工 同年9月 中铁电计划区 集团公司的前身 铁道部电计划铁道工程局 在北京成立 成为我国电计划铁路建设 专业设计施工单位 宝城县被称为 新中国第一条工程间距的铁路 在秦巴山区的崇山峻岭 第一批电计划铁路建设者 手持铁稿 封钻 凭借人力 硬生生地拉开了 中国电计划铁路建设的序幕 宝城铁路的电计划改造 历时长达17年 这件事对当时缺资金 缺设备 缺技术的中国人而言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75年宝城铁路竣工 它成为了联系穿闪的重要通道 那个时候 少年巨小林的心里 生出了一个梦想 它看到了中国人从无到有 创造奇迹的可能 巨小林是中国第二代电气化工人 现在的她 已经是中国铁路电气化行业里的 能工巧匠 但她依然记得当初刚刚入行时的情景 我是87年到三月份离开家 那时候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 就是特别的 也是因为是铁路工作 我一直在铁路建设人们 都心里他们掺的余生工作服务 挺漂亮的 那是我其实心里 也认为了很好的期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经济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 各行各业都在增速发展 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流物流 全都涌向了一种主要的交通工具 火车 当这么多人流物流都要通过铁路 运往四面八方的时候 人们这才发现 经济增速发展的中国 就像是一个长大的孩子 而铁路就是那件太小的衣服 旅客和货主常常一票难求 一车难求 铁路运输成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情况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1987年 也正是我们国家加快 电销和铁路建设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 我们国家刚刚建成开通了 我国第一条 人外资先进技术的 精心电键和铁路 开工建设 搭亲电键和铁路 当时 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 从陕西 找一批农民合同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1987年 25岁的聚小林 一开家乡 成为中铁电计划局首批招收的 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终于来到了年少时 就憧憬的铁路系统工作 而聚小林最早参与建设的 联明 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些 eti 北 北 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有点小 可能有的东西你拿不动 就是比如说有的那个减价呀 特别成都是起家伙 那时候我心里就算犯疾苦这会儿我可能干不了 巨小林身高一米六 在同一批新招的农民工中 是最瘦最小的 也是最舍不得这份工作机会的 很想留着很想找这么一个工作特别容易 因为我以前你看我干过 干过那个泥瓦酱 干过油漆工 还干过那个监狱放映员 这都失败了 就是说再找就是第四个工作了 我说再不干就是就是这个 这要不干的话找别的工作肯定还不会 还是一样的 我下定决心到这个岗位上要干 培训结束后 巨小林们这些新工人要正式上岗了 在上岗之前 班长把四名新工人叫到一起 让四个师傅自己挑选徒弟 被挑选的徒弟从此跟着各自的师傅学习搭档干活 踢折上他没法作业他够不着 说这种现象造成的 一般的不愿意带个儿低了徒弟 不是说一开架我就想要 一般都是推财阻止了 实在没办法的再收了它 只能是这样 对 就是那种 我就怕没人选我了 我就怕别人牵我个儿鸡 没人选我了 当然我们四个那个徒弟 都不知道心都不知道哪个人都愿意要我 对吧 我记得好像是李希庆 一个叫李希庆的 选了经海生 就是个儿高啊 个儿是一米七 一米七多的 中国情报个儿比我高一家的 就高几厘米家 然后这回就是那个谁 刘文斌 刘文斌在那个这个李商琛选走了 就剩我一个了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 可是直到今天 巨小林依然还能清晰记得 当初忐忑不安的心情 林侯是我们班个子比较高的 一米八多 他俩在一起 就是说 特别 特别悬殊了感觉 我师父那时候叫林侯 三十多年 我一定要发余 希望您这样 我一定会发余 希望您随之后 我们可以发余 他可求 优独播剧场 都不再开 也不再开 找个�场 就不再开 个人 那 优优独播剧场 在这一年,我会为师傅多分担一些工作。 那年聚小林二十五岁,林洪也只有二十六岁。 一高一矮的师徒二人,成为北通普县一对默契的搭档。 我说我知道我个人想,力气也想,干活也经不太多。 所以说,那时候我是很轻快,哪个人叫我拿什么东西,我就拿什么东西。 不行,那个聚小林是我的途径,我们两个分的一组了,我们拿什么,我们自个拿,你们的东西你们自个拿。 因为那时候不管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有特别是正的东西,我都抢就拿。 后来那个我师傅说,咱够拿咱们的东西,各种拿各种东西,你别其他我拿了。 我师傅每次那个干活都是护照。 从师傅的身上,聚小林不仅掌握了技术,更是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如何关心照顾身边的伙伴。 一年后,这条线路施工结束,聚小林和林洪各自被分到了不同的铁路建设前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通讯远不如现在方便,两人都在忙碌地建设一线,渐渐失去了联系。 这一晃就是三十年。 2019年4月7号,聚小林得知,她多方托人打听的师傅林洪已经去世了。 昨天晚上我听到,想我死了,去世了。 她是一名普通农民工,只有高中学历,却编写出铁路一线工人的操作宝典。 她靠的是琢磨和钻研,即使下岗在家,也没有放弃梦想。 从农民工到高级技师,三十年艰辛,她历经行业变革,依然饱含深情。 财经人物周刊,本周邀您关注,知识型,新型工人,农民工楷模,聚小林。 林洪是聚小林的工作伙伴,也是那个时候教导聚小林现场施工的活的教科书。 从1958年到2018年,这六十年当中,中国铁路电气化的技术在不断地更新。 而早期的一代代接触网工,只能够是通过师傅们口口相传的办法来传承记忆。 工人们流传下来的经验办法,很少有人去总结。 在跟林洪学习的日子里面,聚小林既为自己感到幸运,而她又在想,如果能够有书籍,帮助新工人该多好。 工友们对聚小林的不离不弃,让她爱上了这个集体。 这种情感产生了巨大的动力。 她又有了一个梦想,为铁路基层接触网工,编写一本工具书。 1998年,哈大县正式开工。 这是中铁电气化局承建的中国第一条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的电气化铁路。 它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正线全长787公里。 它结束了东北地区无电气化铁路的历史。 为了建设这条铁路,聚小林和工友们挨过了东北最难熬的冬天。 我们上杆子的时候,还得插着大衣上去,要不上面太辣。 插着大衣上去以后,你下来的时候,行的杆子给我们就抱不住。 下选以后,那个汽车把那个东西用不到跟前去,就让人扛着去。 有几个小伙子干了干了,觉得非常苦,回去了。 当时就是买了好多口大锅炒沙子,就是为了达到温度才能搅拌这混金土。 在艰苦的哈大县施工现场,聚小林没有退缩过。 不仅如此,在这项工程中,聚小林展露头角,创新发明了下部固定绳临时固定法。 提高功效两倍以上,并且更加安全可靠,但现实的打击,一波接着一波。 是2020年去世,我那时候正好领到民工在那个,在一个那个,叫米沙子吃的打击池,但是那边路远,我敢回来就去世。 后来,后来我就赶紧走,赶紧就往回走,结果我走回来以后,我就走回来。 为了赶工期,聚小林和工友们在风雪中施工。 也是为了赶工期,聚小林错过了归途的列车,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在悲痛的同时,让他更难以接受的是,2002年的冬天,就在这项工程结束后不久,他被通知,他下岗了。 那时候叫名字叫西工,在家带岗,就那个意思,所有的职工,大家都走了,包括正式工,也没活干。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与铁道部脱钩,实行自主经营。 据小林所属的原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脱离铁道部,更名为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走向市场后,行业竞争开始变得残酷和激烈。 2002年底,据小林和工友们刚结束在哈大县的施工,就被通知回家带岗。 就是在家等着,而且当时效益也不好。 这一年,据小林四十岁,不惑之年,她开始迷惑,靠什么维持家庭生计,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 我两个孩子上校都是指望,包括我们家里所有的开销。 其实我们家的那个妹子,打的那个妹子,就是一个温饱,就是能吃饱。 你知道,擦衣裳,擦更好的衣裳,或者是你是买个健身机啊,缝绒机啊,这个是叫农业,这个粮食卖了,就买这个是不可。 你知道咱的鸡是哪一篇呢? 不知道。 就是这个。 这个? 嗯,都是十根钱。 就不个冷几行。 以前就是北京来几个都平了以后放一起,是吗? 真的不在。 因为这个那时候都包成一块,我到现在我只能知道我们一大片那个鸡我是能找着。 现在小块鸡我还是看不出来,因为它都很像。 这个从陕西农村走出去的庄稼汉,时过多年。 当他回到家乡,他却找不到自家田地在哪儿。 田间的每一个劳作步骤,他都要问妻子。 对,就是这种,这个它在那个卖剂里边,今年还好,假如把它也不清楚叫的话,它熟的这个种子呀,落在剂里边,明年会更多的。 妻子被问烦了,索性不让他去农田帮忙干活。 那段时间,巨小林白天帮村里人盖房子,早出晚归,辛苦了一个月,也只能赚到三百元钱,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巨小林不甘心,她不甘心一辈子以打短工为生,也不甘心自己苦心记录了十多年的笔记,就此作废。 我就想,把我这个日记本上,这个所谓的那个记事创新啊,写出来,就归整一下。 巨小林在铁路一线施工十五年,笔记记了十五年,字数达几十万字。 其中有不少提高工作效率,保障施工安全的方法,还有不少她的小发明创造。 下岗回家后,她准备整理过去的笔记,编写出一本铁路基层接触网工也能看得懂用得到的书。 记得是有一本书,但是那本书上就写的是细节没有,于是图也很少,但是好多人都是看不懂细节比如说,拉线回头把多少,然后那个螺扣要上多少,螺丝要上多少,那个螺扣流多少,它没有细节。 但是,据小林的这一举动,遭到妻子的强烈反对。 你写来有啥用啊,单位都不知道,你上班了还写来个,给谁用啊。 人家单位也没给你花钱啊,你看现在咱俩两个孩子都马上要上学,都要用钱了,家里还有老人的,你就乖乖地赚钱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啥呀。 妻子宋小平不理解,写书做发明,是他一个下岗在家的农民工该做的事吗? 我有一天晚上就是写的时候,原来是放在那吧,我接着起来,早晨一起来,我怎么看得不见了,我媳妇说,让我全给你烧了。 我说烧了,烧哪里呀?就在这个炕桶里边,去找吧。 气的,脖子都会红的,脸都是红的。 当天晚上,不善言谈的巨小林,为妻子写下了一段小诗。 冬天里,我把一个最美妙,最美妙的梦,种在你的心田,盼望着,盼望着发芽,开花。 她为这首诗,起了一个名字,梦。 我这个写好用画的最显眼的计划,意思就是让我媳妇能看见。 第二天,巨小林发现妻子把冬天划去,改成了春天。 后来是她就理解了,就是呢,你写的是冬天里,那个冬天里,指的是我冬天里是不会那个,枕子不会发芽开花的。 你指的是不让我,指的是我冬天里,不让你写这个东西,你把冬天里改为春天里,后来就是改为春天里。 有一本,刚好里边加着一张照片嘛,就是那个我儿子那个一岁拜,女儿三岁拜的时候照的那个照片。 一想,就是假如那个气坏了怎么办啊,我就说你的书我没烧完呢,她真的呀,她去把那个书打开的时候发现,就烧一本,她挺高兴的。 当时我自己都伤心了,都哭了。 在下岗纪半年之后,也就是2003年的4月份,巨小林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单位通知她有新项目开工,要她回去上班。 回归岗位的巨小林,像从前一样,马不停蹄地转战南北。 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一直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把自己从业十多年记录的几十万字的笔记,整理成册。 这是有些人天不复啊,在2009年的时候,这位从陕西走出来的农民工,真的就编写出了一本书。 跟其他关于高铁的重大科研发明不同的是,它是为了适应新的技术,创新出来的一种省时省力,省材料,保质保量,保安全的接触网安装方法。 这第一本书只有62页,但是有人计算过一笔账,说这个书里面提出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了超过600万的经济效应。 从前呢,技工师傅称巨小林为小巨,发明创新多了,大家都改称为她巨师傅。 从小巨到巨师傅,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时代需要伟大的工匠。 当今的中国铁路建设队伍中需要大批像巨小林这样的既具备一线经验,又具备钻研素养的高技能人才。 在默默沉寂二十多年以后,随着巨小林手稿的被发现和一本书的问世,巨小林像被人们突然发现的一块瑰宝一样。 在她参加工作的这些年里,中国电气化铁路实现了从朴素到高速,从国内走向世界的技术跨越。 截至2017年底,中国电气化铁路总里程8.7万公里,电气化率达68.2%。 如今,旅客乘坐高铁出行的交通方式被比喻为陆地飞行。 火车跑得越来越快,反映到巨小林和团队工作中,则是需要他们越来越精细的施工工艺。 在高速铁路上,它有一个防状墙,防状墙的高度高于轨面,所以说钢圈尺并不能在一条水平线上进行测量。 尺子是两头不水平,不水平和一头高一头鸡,测试误差比较大,高铁都是比较精密。 所以是咱们在高铁上已经不采取这个方法了。 2008年4月18日,被誉为世界上建设里程最长,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精护高铁开工建设。 按照设计,它的最高速度380公里每小时,运营速度350公里每小时。 在这样的高速下,任何一丝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新的设备,新的技术,这对接触网的安装施工人员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施工现场,据小林提出,要像做瑞士手表一样精细地去建设精护高铁。 经货高铁是我干的那个高企,是我干的技巧的高速铁路,我们叫精整,就是精整施工,就说的要求特别严,而且好多的规范也不一样。 以前的普铁的话,咱们那个误差是三公分,速度就比较低,现在是正乎三分米左右。 那生工艺的话是精确测量,精确预质,精确施工,都是一毫米为单位,就是那个测量计算。 经货高铁正线全长1318公里,然而当时它建设工期不到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而电气化施工的时间只有一年。 2010年7月,巨小林领着几个年轻人被紧急派驻现场,成立了一个临时技术公关小组,用来应对传统施工办法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遇到的是测量的问题,在高铁上有防撞条,这个防撞条就是成了你拉钢卷尺的一个障碍,它把钢卷尺的这个通道给堵住了,测量不出这个准确的这个距离。 钢卷尺,在过去半个设计里,铁路电气化工人一直用它来做现场测量,但是在经货高铁上,因为计算精度的需求,前期的测量误差需控制在毫米级。 钢卷尺已经不能满足电气化人在经货高铁上的一部分测量需求了,怎么办? 测量污差比较大,最后就是考虑着用的这个测量尺,做一个新型的测量尺。 这个测量尺可以设置了一个水平气泡, 设置了一个水平气泡,将水平气泡集中,然后用一个碳针, 碳针放到钢柜的那样,然后再加上一定的距离,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 践下根内沿到刚轨道中心的一个距离。 像这个油区现场测量,那时候在经货高的时候,现场测量,它是一直在跟着, 比如说吃的量出来以后,比如说这个7米5,我们叫7500毫米, 就算据说是7500毫米,还是7510毫米, 还是7511毫米,就增加到1毫米。 在经货高铁施工现场,巨小林和团队在短时间内发明的这把测量尺, 将误差精准地控制在几毫米以内, 当时在施工权限被推广使用。 正是在多个系统的通力协作下, 经货高铁才能得以顺利建设完成。 先导断更是创造了运营试验时速达到486.1公里每小时的世界最高级。 那国家政策明确了,跟国外走市场换技术。 这样的话,我们一把世界上各国发展高铁前期的一些经验都可以得到, 技术都可以掌握。 我们学,在学的技术上我们来提高, 也就是从精精,是真的是从引进消化,吸收的情况下, 那么后面就到今后,我们就再创新了。 快速发展的中国高铁,不仅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中国, 更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制造、中国系统推进到世界领先水平。 而巨小林作为参与中国铁路建设的从业大军中的一员, 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巨小林发表了,农民工也要有知识。 中铁建计划局的高级技师巨小林。 从普通的农民工,巨小林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全国劳动模范, 2018年12月还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今天,家乡举办每年一次的庙会, 巨小林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 老人家想让儿子陪她去看看, 在外打工这些年, 一家人错过了太多团聚的时光。 一大早,全家人出门。 很丝。 热,真是… 小林一百般, 小林那一百万, 你借死了又是在一层上, 售一三千多岁, 杀了是得好。 麻烦了? 那是月在晚上, 用了不紧。 这间巨月就不入夜了, 那是夏天一百万岁。 在当地 巨小林是个名人 买菜的时候 不时有同乡给他拍照 是那个名人 是我们本地的名人 我们那边几个人认识了 几个人都知道 所以我过来就专门拍他来了 曾经的农民工成了名人 这些在同乡眼里 是了不得的成就 但巨小林回乡 衣着朴素 乡音未改 和村民们毫无两样 我觉得和普通人一样 因为普通人还会自然点 干事然后做啥也还能踏实 普通人倒是这些 我想吃点什么 我们家里现在也有扫子 一家人团聚吃一顿热腾腾的扫子面 这就是温暖的家的味道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 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人生 生活 不是生 发音有点重的 算了算起来 25岁 巨小林第一次走出家门参加铁路建设时 怀里揣着一本书 陆瑶的平凡的世界 57岁 57岁 他再次读起这本书里的一个片段 他说 这 就是他对生活的感悟 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 都要咬着牙关请重 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呈建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